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回消息是一段关系变淡的开始 深夜十二点的朋友圈 看到有朋友发了一条说说 有些人不回复不搭理 那就好聚好散吧 问其原因是 他给我发了几张聊天记录截图 截图里是他这几个月来与好友之间的互动 基本上都是他主动联系对方 而好友的回复要么只有聊聊术语 要么干脆不回 他跟我说 这个朋友是他以前玩的最要好的一位朋友 陪他走过了出生高的六年时间 彼此无论是性情还是兴趣都很相投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啊 上了大学之后 两人联系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 关系也渐渐淡了 起初他以为是距离 让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味 可后来 他慢慢发现 偶尔他发过去的消息 就像石沉大海一样 没有得到一丁点回应 有次 他打电话过去问好友 怎么最近都不回消息了 对方淡淡地回应了三个字 我很忙 一句解释 让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他说 我其实很珍视我们这段感情 可一直主动联系 却得不到对方的回复 让我很疲惫 的确 都说朋友之间来往 讲究一个舒服 你来我往 有应有回 最怕的是一个天平倾斜严重 只有一方在努力回应 而另一方却把这事当作可有可无的小事 作家李公俊说 爱情没回应 感情憋回去 其实友情也是如此 没有回应就意味着不够重视 没有回应就代表着感情的变淡 人和人的关系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一个不再回复 一个不再联系 彼此默契地选择消失在对方的世界里 连句告别都没有 人和人之间只有三次可维修的机会 豆瓣上有这么一段话 形容成年人之间的社交关系 一次不回我消息 我当你在忙 两次不回我消息 我当你没电 三次不回我消息 我当你不在 四次不回我消息 我当你死了 成年人之间的感情 可维修的机会 只有三次 到了第四次 就是真正说再见的时候 认识的一位作家曾经说 他从来不会跟微信超过三天不回复 或者超过三次以上不回消息的人 做朋友 因为这类人不懂得 基本的社交礼仪 什么是社交礼仪 就是和他聊天相处 你能够感觉到他对你的尊重 你和他说自己读完一篇文章 看完一部电视剧之后的感受 他不会不回复 或者只回 嗯 或 哦 你和他分享自己在网上看到的 有趣的段子 他不会当作假装没看见 或者过后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有 你和他聊天相处 他不会一味地 拿你的衣着品味 见识面宽窄来做对比 以此嘲讽你 贬低你 彰显他的高贵 奇葩说变手 萧萧说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重在坦率 重在舒服 每个人都有心情烦躁 不想回消息的时候 也都有忙碌的时候 但心情再不好 总会有释怀 重新面对生活的时候 再忙碌 也总会有看手机 让自己喘息的时候 情绪不好 不是一个人不回消息的借口 太忙 也绝不是一个人把你忽视的理由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跪在舒服二字 两个人往来能够做到互相尊重 便是相处舒服的基石 如果一个人一直看不到你发给他的消息 对你的存在 保持若即若离 可有可无的态度 那么他便不是真心想要和你继续交往下去 要知道任何好的关系 都需要经营和维护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导演贾张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见闻 年少时 他和表弟关系十分亲密 几乎无话不谈 后来贾张科选择了拍电影 27岁便凭借电影《小五》 揽获多个国际大奖 而表弟则选择去煤矿工作 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的娶妻生子 因为两人所处的圈子不同 彼此也逐渐没有了话题 即使两人回家见面 他们的交流也非常少 只是偶尔笑一下 仅此而已 说来不无感慨 但其实啊 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都有遇到这么一个表弟 起初你们关系很好 可以聊新闻 聊八卦 笑到一处闹到一起 后来因缘忌讳之下 你们的人生路口岔开了 你和他谈诗词歌赋 他却和你聊柴米油盐 因为所处的圈子不同 思考的问题自然也不同 再后来 你们联系越来越少 感情也越来越淡 社会关系学历 有一个著名的定律 叫做圈子定律 是由人类学家 罗宾·邓巴提出来的 即人类智力 将允许人类拥有 稳定社交圈子的人数 是148人 四舍五入 大约是150人 人的一生 也许会遇到很多个人 他们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 在你生命中留下了 或举足轻重 或轻如红毛的痕迹 但最终陪在你身边的 一定是和你同个圈子的人 什么是同个圈子 就是能够和你聊到一处的人 如果把人一生的社交关系流动 划分为上下两场 前三十年是上半场 这期间你会遇到无数个人 和一些人成为好朋友 和一些人成为过客 之后你会经历聚散离别 弄丢一些人 又遇到另一些人 三十岁之后是下半场 社交圈子基本成型 和你来往的那些人 一定是得到过岁月的淬炼和洗礼 能够和你聊到一处 彼此珍视的人 而那些在社交来往里 不回消息 不懂得尊重这段关系的人 一定会被时间淘汰 好的关系都需要多联系 当代作家张浩晨 说过一段 关于人和人之间相处的秘诀 当他不喜欢你 你故意漂亮地出现在他身边 是没用的 你送他的糖是不甜的 你隔三差五发的 你在干什么 在他眼里 跟寿楼短信的性质 是一样的 你在状态里更新的小心思 他是看不懂的 他是你生活的背景 而你是他的甲乙饼丁 如果一段关系 让你感到疲惫 让你觉得委屈 不如放弃它 就像文章开头朋友说的那句话 有些人不回复 不搭理 那就好聚好散 这世上任何一段关系 都必然存在着底线 一个人可以做到 三天不回复你消息 可以对你发来的信息 视而不见 那么他已经做好了 失去你的准备 感情无需刻意维护 但也要用心经营 就像何炯和黄磊之间的友情 落魄时互帮互助 危机时挺身而出 三观契合相处默契 黄磊曾经评价 与何炯的关系 我和何炯认识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当时何炯二十二岁 我二十六岁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一直坚持在我家吃饭 细算下来 我们俩一起吃饭超过一千次 没事多联系 有空常来往 这也是好的关系 建立起来的基础 天赋真说 朋友之间体贴用心 会有一辈子的朋友 朋友之间互相信任 也会有一辈子的朋友 这辈子 朋友贵精不贵多 遇到能够及时回应你的朋友 就好好珍惜 遇到不懂得回应你的朋友 那就各自安好 好了 这就是今晚为您分享的文章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是彤彤 我在山东 祝愿各位朋友 小长假快乐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